中秋節要來了 到底會不會變盤呢 我不知道會變盤 可是我比較怕是你先變盤啦 重點是Luna 台積關機股市閉關 中秋有明月嗎 我倆沒有明天 怎麼會這樣呢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 哇 欸Luna 台積關機股市閉關 中秋有明月 我倆沒有明天 怎麼辦啦 okok 如果這句話 那個誠言跟聽妳就很難過 她說跟妳沒有明天 欸 為什麼今天吃烤肉 對啊 我們今天吃烤肉 因為中秋節到了 可惜很可惜喔 聽說台北市好像合體不能烤肉 剝奪妳不知道 我不知道耶 還是妳準備要跟她在合體上烤肉 沒有 我是去朋友家頂囉 那還不錯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聽好 所以妳還年輕啊 到我們這個年紀了 其實就不 中秋節我們一定要烤肉了 好不好 我們請教三位最會烤肉 最會吃烤肉的分析師 第一位 林玉凱分析師 來 林玉凱哥好 我還是會去那個餐廳吃烤肉 還是要的 妳還是要喔 我應景一下 妳要去哪一下吃 去那個啊 有一家印牛樂 在大直 印牛樂 印牛樂 新開的 我沒有聽過耶 因為新開的餐廳 它是胡同的副牌 感覺不錯耶 感覺不錯喔 每個部位都吃得到 每個都吃 喔 這樣流行 以前流行這個部位 然後每個部位 然後一隻牛的形狀 然後可以放下去各個部位 告訴妳 從牛舌吃到牛鞭那樣 牛鞭也會吃喔 那牛 這塊呢 牛鞭旁邊的也會吃嗎 倒是沒有 倒是沒有 好 第二位 請教專業分析師 也是陳俊妍分析師 帥哥分析師 來 哈囉 大家好 中秋節怎麼可以不吃烤肉呢 我先鞭胖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不好 是那這好吃嗎 你覺得這家 這家不錯 杏鮑菇非常好吃 叫什麼的 這家好像叫家鄉烤肉 家鄉烤肉 家鄉烤肉 一家烤肉萬家鄉 請教第三位分析師 來陳薇泰分析師 薇泰老師妳好 薇泰哥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中秋節現在已經變成烤肉節了 所以其實啊 中秋節就是要吃烤肉 那我剛剛看到我前面這一盤 裡面真的有我超愛吃的七里香 一家烤肉萬家鄉 我最愛吃七里香 趕快吃一下 我也愛吃七里香耶 很多女生敢吃耶 好吃啊 超好吃的 它這個醬料 不會太鹹 有一點就是淡淡的甜味 這家不錯 這家不錯 我覺得醬料真的很重要 我知道有一餐叫什麼焦糖 還是什麼糖風是不是 焦糖風 焦糖風啊 焦糖風其實一開始吃覺得不錯 後來覺得太甜了 而且焦糖風烤肉 它是連鎖店的 它烤肉烤太焦了 今天本來要定 可是它定不到 這家比焦糖風好吃耶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家焦糖風我覺得吃久會膩 太甜了 你感覺好像在吃甜的東西 是 你不在吃烤肉的感覺 這家不錯 這家是有點甜 又剛剛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我們請玉凱老師 玉凱老師今天很辛苦耶 你看啊 他是少數不吃的時間 對對對 為什麼要看今天上吐下餐 還是願意來 是是 對啊好不好 老師辛苦你 那你趕快您講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人的武林是什麼意思呢 我今天台積店別好吃嘛 老師你今天肚子不舒服都不能吃東西 今天對就只有吃吐司啊 那畫面給我吃就好 我是要講嗎 不要試吃你 走 來 來我現在完全沒胃口 你刺激不到我 好台積店一個人的武林嗎 好首先呢這個精傳啊 台積店的四大客戶砍單 半導體前景會不妙嗎 原本已經講這個成熟製程跳水嘛 現在如果連先進製程也來嘎一腳怎麼辦呢 最新的外資報告顯示呢 台積店面臨聯發科超微高通 揮達四大客戶砍單 所以他有可能要關閉四台 極子外光的EUV機台 並且來做這個設備的升級 好那關閉這個機台有什麼 這個後遺症呢 首先 因為這個機台呢 其實它應該是要持續在做運轉的 如果說關閉的話 它會衝擊開機店高階製程的業務 產能會減1.5萬片 明年獲利會減8% 而且重點是呢 來我們再往上看啊 為什麼不能關 因為所有的製程參數 都要在重新開機之後 重新再做調整 要重新設定喔 所以無法預期 可以維持原本的一個良率 所以如果沒有必要 不會去做貿然關機 對啊 所以真的會關機嗎 我覺得有點不合理耶 因為其實今天我盤中看新聞 也有一些這個半導體的 業者 出來看說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啊 對啊 現在就是各說各話嘛 因為就好像你省錢 有必要省成這樣子嗎 對啊 省錢的啊不好意思 我們就冷氣不要開了 冷氣不要開是可以 我今天有點未寒 今天有點未寒 那你未寒 一般公司不會這樣做嘛 對啊 的確是 所以關閉EPUC台 為何知識理台感覺很大 是 好 我們再往另外一邊看啊 好 半導體業的成長會不會歸零呢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的周K 好不容易呢 往上拉了這麼一段 現在又往下做破底啦 今天以來呢 外資的賣超台積電是80萬張 賣了4400億 今天不是賣了5000億嗎 那這幾款嘛 好 外資的體育館嘛 那老師我現在就想瞭解一下 你覺得這支EUV機台 這真的是空穴來風 我個人認為是空穴來風 還是外資亂發風 都一樣 我覺得都一樣 都一樣 空穴來風 你覺得是空穴來風 我覺得是空穴來風 所以你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嚴重 調整參數 因為沒必要關機台嘛 對啊 你被砍單跟砍單 為什麼砍單需要砍到關機台嘛 對 還要欠錢 沒有要欠錢啊 沒有要欠錢 台積電讓我缺錢 是不是 就像你說一家公司 我說台積電今天 少賺一點點錢 對不起啊 外面的砍半千關起來再說啦 對啊 有必要這樣子嗎 是不是 這是不太可能 那維太老師你覺得呢 我覺得現在的一個市場的氣氛 就有點像是草木結冰 你有點這種所謂的風吹草動 那麼市場上面的信心不夠 那麼就到成這個現在的一個股價 出現往下做拉回 所以我認為說在短線上面這個消息 有造成這種所謂的一個股價震盪 但是在長線來看 我們在前兩次節目當中 一直跟大家提到 N31的製程 接下來還有N3P N3P之後還有N3X 這些基本上都是競爭對手 沒有辦法超越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中長線來看 仍然是看好的 所以台積電一下一個人的50啊 好孤獨 結果一個人50也垮了老師 沒錯 所以你剛才講的說總共提款4400億 為什麼台積電被提款那麼多 對啊 因為外資就是它的大股東嘛 沒辦法 我今天我要調節 我當然先找台積電 對 所以說台積電一倒 大概整個台股就全倒了 是老師 提款4400億 是的 我們放大 所以外資賣超80萬3 老師為什麼 還是說其實資金是要外流 我們來看一下 好的 來 首先呢 成熟製程會不會有多空雙八呢 這邊把利多利空都列出來給大家看 首先利空是什麼 市場預期這一波半導體 庫存修正 將延續到明年的上半年 其實這個有所謂這個 怎麼講牛邊效應 剛剛竟然講到牛邊 我們就來善用一下 什麼叫牛邊效應呢 就是假設說今天我下游需要 1000顆茶葉蛋 那我就往上再叫蛋 叫蛋我不可能只叫1000顆 我可能叫1200顆蛋 那如果有蛋 那再上游就不能 老師這是牛邊效應嗎 牛邊效應啊 是嗎 我記得是另外一個邊 長邊啊 長邊你為什麼講牛邊呢 牛邊也行啊 聽起來很猥褻欸 不會不會不會 就是因為你要吃那一條牛就對了是不是 對 牛邊效應也是有這麼說的 長邊效應 對對對 所以說有這樣子要這個 為什麼我感覺新三色的感覺 你講牛邊然後配上你的表情我就不對勁 真的嗎 可是剛剛鏡頭是切微太胸 好 因為微太老是覺得不舒服啊 好怎樣長邊效應你說 你說 所以說我們會往上不斷的叫貨去做這個 超量下單的動作 叫1000顆茶葉蛋嗎 對1000顆茶葉蛋 我可能往上就會叫1200顆蛋 那我可能再往上就會叫2000隻雞 之類的 就往上不斷的叫雞 所以說呢 這個一環一環往上呢 越上游 他所這個備貨的這個量就越來越多了 他可能備貨 他可能是 可能是1000顆蛋 可是他怕那個蛋可能太多 對 他可能先準備1200個那個蛋殼盒 對 之類的 類似這樣子的 蛋殼的盒子或怎麼樣 就是數量多嘛 因為我1000顆啊 可是我要這個range嘛 可能越用越多 那1200個蛋殼盒 可能我1000顆蛋殼 我運送量可能要多個 可能是要1500顆蛋的那個運送量 會有耗損嘛 他怕因為他有個range 他有個範圍 我每個東西我不能準備剛好 是 是你說你預測剛好 我怕你預測不多啊 沒錯 所以我每個會多一些 我會多一些 多一些 多一些到越多越多 對 重點是再往上流要叫雞 所以我埋了一個梗進去 就是牛邊效應 對就是牛邊效應 所以要叫雞 你甩一下牛邊嘛 好 這是你的牛 這個應該沒有 太誇張了 這個太誇張了 對 這是你的邊就對了 對對對 好所以說這個庫存修正 沒有 那這個沒有碰到我再的意思 你知道嗎 邊殘莫及 不要碰到我還不舒服 來 所以這個庫存修正 有可能會到明年的上半 你說 那再來就是前天的新聞嘛 承收製程報價會下跌兩成 那來自伺服器車用 公控的這些需求 沒有辦法彌補消費型電子的砍單缺口 就是說這些部分雖然是成長 但是此消彼長之間 他是沒有辦法cover的 好那 之前他說可以cover 現在就變不能cover了 對啊 看展說展看跌說跌 的確是這個樣子 人家其實他上禮拜上禮拜而已啊 陳總裁說的話啊 是 也是哲哲啊 不是我哲哲啦 魏哲家 是 講得很親密喔 對不起齁 我還是相信 你相信另外一個哲哲啦 你就相信 不相信我這個哲哲 沒關係 魏哲家他也說啊 他說可以彌補啊 他說每年有15% 那個吸含量成長 五年成長一倍 他說沒有啊 隨便他啦 你看立基電 好再來立基電的營收呢 有四成都是消費型的低潤喔 這個定價條件會惡化 現貨價格折垢可能會來到三成 長約有可能要重彈 然後這個事情就拔掉了 然後世界先進第三季的產 第三季產能利用率呢 最低啦 對啊 經營四雄裡面最低 比立基電還低啊 對 這個就很低囉 81到83% 原本都蠻窄嘛 好現在美系外資呢 對立基電的平等呢 變成減碼啦 維持減碼啦 目標價27元 世界先進呢 中立目標價75元 以前六七十塊 現在 很負面喔 對對對 可是世界先進一些沒跌啊 老師 真的講得那麼慘嘛 是啊 這行情怎麼看呢 因為我這樣看一看 我覺得好像是利空啊 那麼利多喔 好來我們看另外一邊啦 利多是什麼呢 美國想擴大對這個 中國半導體設備的這個 銷售禁令 很有可能讓這個台灣 成熟製程 魚翁得利啊 再來聯電呢 已經投資50億美元 在新加坡設立 22跟28奈米的晶片廠 如果說真的沒有成長的話 他幹嘛要砸這個錢 對不對 再來聯電第三季產能利用率 100% 又是蠻窄喔 8月營收創新高 創新高就是真的數字嘛 總不會開玩笑嘛 已經連續11月都是創新高了 美系外資對聯電維持 加碼目標價58元 五十八元 五十八元的部分 加碼加碼維持58元喔 是 所以其實 還是有機會啊 我感覺 利多也不錯啊 你連電11個月 你看那股價 從大概半年前 是不是半年前 一年前 卻有人說聯電不行了 結果每天跌跌 到現在才能算新高啦 欸 反正我跟你講他們就這樣子啊 我喊空喊空喊空 台積電等到十年後過後 十年過後台積電 我喊空 真的關閉機台了 真的被砍單了 算我對啦 是這樣喊的喔 股價千里也在說啦 這些外資 我覺得一點都不專業啦 沒錯 可是老師你怎麼看 聯電到現在十一個月 來就算新高啊 你跟我講這些東西 來 老師 不看毛啦 欸 對這個 有時候喔 股價它跟它的基本面喔 在短時間之內 有可能會出現背離情報 嗯 那麼像聯電就是 它的一個營收 或基本面持續的一個看好 跟走高 那股價到現在來講 都沒有去出現一個 正常的一個反應 嗯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其實在接下來 聯電這邊不斷的有這個 所謂的一個利空出來之後 股價不跌 那麼接下來 因為基本面很好 然後等到財報出來之後 股價會還他一個公道 會還他一個公道 還不錯 好利空跟利多 有機會是不是 老師讓我們來看下一張圖 來 好 重點是 剛才提款嘛 是 對 外資提款 你覺得跟美元日幣 有關係嗎 還是有關係喔 因為美元呢 現在就是最強霸主喔 再創20年新高 現在收盤價 110.51 我突然覺得我日元 我美元換太少 欸對對對 對啊 真的是這樣子喔 我美元還好還不少 對啊 那我們再往另外一邊看 那反觀的日元呢 基本上跟台幣有點像 續扁 扁扁扁扁扁扁 有沒有 最新收盤價143.7元 換1美元 真的 兩個都是往上衝啦 一個扁一個升啦 讓我們往下看 來 各位這邊喔 受到聯準會持續升息的影響 9月喔 因為預計也是要再升3碼嘛 所以美國和世界各國 歷差持續拉大 造成全球資金 就是要回流美國 台灣也是一樣嘛 台灣看起來要升半碼喔 今天CPO又下滑 台灣CPO又下滑了 你覺得是升半碼還是一碼 我覺得半碼一碼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喔 對對對其實很難講 就是看他心情 因為沒什麼差別 真的是沒什麼差別 因為升半碼也很少 半碼一碼也都沒差別 是啊感覺 好來 是好所以呢 賣了5000億嘛 美元指數持續創高 那美元強勢呢 也會造成 外資淨匯出 已經超過5000億囉 現在還在賣 今天的外資又是大賣 其實外資匯出5000億 我覺得還好欸 你知道為什麼你覺得還好嗎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賣了一兆多啦 賣了大概一兆五 賣了一兆大概 快1000億了 一兆五百億以上啦 那才會出5000億代表什麼意思 我還有5000多億在台灣欸 也是這麼說 還是parking喔 隨時有機會買回來 這不是不可能喔 雖然會出也還好 所以5000億到底在幹嘛 我覺得就是 事蹟而動 是 啊這是美元 所以你覺得現在台幣 會變貶值 就是因為美元的關係喔 沒錯就是美元的關係 然後因為台幣一貶 首先要賣的就是台積電就對了 是沒錯 買了80萬張 是突然這個以外就算了啦 你美元有換不少 我猜你日幣也換不少吧 日幣也不少 是我也換不少 被套牢中 日幣呢受到這個日本央行 持續的寬鬆貨幣產生 再貶再換 再貶再換 一直換嘛 每個月換一次 造成美國之間的利差持續擴大 日元也續貶喔 市場預估到年底之前 有可能會貶到145喔 哇這個很可怕喔 市場擔憂亞洲貨幣從8月以來 呈現淨貶 會不會有可能造成新的亞洲金融轟爆呢 欸我覺得這個 其實是真的有一些疑慮在的 喔市你看喔 韓國升息這麼多嘛 是 結果韓國扁得更兇 對啊 所以你說台幣會扁嗎 有人說亞洲金融總裁有沒有在戶呢 他其實有暗示你說 欸我也有在戶啊 我有戶新台幣啊 沒錯 欸如果沒記住他講他的內容的話 那可是你看清楚啊 韓元呢 這就是為什麼你感覺台幣好像扁很多 然後總裁感覺 然後央韓覺得 欸我還是該處理的處理 為什麼 因為你看韓元扁 欸你不講還好這個表現啊 韓元居然扁那麼多啦 因為相較之下台幣真的算客氣喔 是啊 3%而已啊 所以你看這種貶法真的是亞洲金融風暴等級的啦 是沒錯 你怎麼看這個 這個會亞洲金融風暴再起嗎 我覺得是有這個疑慮喔 真的假的啊 我覺得是 確實是有這個疑慮的 因為其實真的很誇張啊 就是我很久能夠去看到 這樣子8% 7%這樣子的數字 我覺得大概還是提高警覺 尤其在明年 我覺得有可能爆發點就會在明年 那聽你站起來 我晚點換日圓好了 不然一月換一月多 好啊好啊 然後變日本人呢開玩笑 那個巨岩老師你覺得呢 對於那個這種秘別這種 亞洲貨幣競相貶值的情況下 你怎麼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確實壓力比較大一點 不過真實要有那個比較大一點危機 應該還是明年的行情 可能大家要比較小心一點 今年來講我覺得已經反應完了 我懂了 就是現在雖然貶 可是真正最大危機 可能貶到明年的時候受不了 才出大事情是不是 阿維特老師你怎麼看 其實我倒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金融總裁他上任之後 對於我們國內新台幣的政策 都是採取相對偏強勢的一個態度 所以現在看起來 在整個亞洲貨幣來講 我們這個貶值的一個幅度 沒有其他亞洲國家來得那麼樣的強 其實換個方式來講 就是台幣比其他的一個亞洲貨幣來得 還要相對強勢 好 可是這台幣喔 我怕是亞洲基準風暴喔老師 我覺得以目前來講 應該不太可能會發生亞洲基準風暴 不太可能喔 他覺得就算有也不會這麼快 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看下一個 那這個台積電怎麼看 台積電就是外資口口賣嘛 根據最新的美系外資報告呢 目前台積電的客戶 大部分是戰略性 而不是商品性的喔 也就是說你要跟台積電配合 不見得是你想要就可以喔 所以有時候 你搶到這個位置了 你卡到位了 你不見得說走就走 所以呢 台積電不會失去市佔率 雖然有利空的雜音 但是人給予目標價710元 這是美系外資的看法 那710元到今天的收盤要472元 我覺得是有一段空間啦 那當然 下半年還有一個選舉的題材嘛 我認為如果說 接下來 政府真的想要來做一些 拉台的話 當然台積電還是會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反而認為說 今天一個跳空跌破 又再度這個 往下探底到7百 472元的這個動作 反而買點都慢慢浮現了 好你覺得慢慢浮現喔 是 好外資還有一些 目前要710元的 是 之前還有8、900的 有啊有啊 不知道這件還是維持 老師還是有維持 然後 他評價好像還是一樣 有些外資 做到800、900的那些目標價 不知道那些外資 怎麼看台積電呢 那現在 其實剛好跌破500元了 跌破500元的時候 很多人說 要買要買要買 所以不敢買 現在真的跌破了又不敢買 對啊 價值投資嘛 價值投資老師你覺得還好 對啊 老師你怎麼看台積電呢 如果你問我說 法人的報告 我跟大家講就是要參考的是他的EPS 還有他的一個目標價 那至於平等的部分 我個人的看法是不需要特別去在意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我也是研究員 我出一個報告 上面寫買進還是賣出 基本上公司發言人都看得到 日後還要再相見 大部分的研究員都不會去出賣出報告 點多就會出中立而已 所以我覺得真正要去看 投資機構他去對這家公司的看法 應該是從他對他的EPS的一個預估 小摩明年EPS就下滑了 明年EPS下滑 那資本支出這樣子三兆是白癡喔 更不需要啦 明年下滑啦 他一定有他的一個原因 就像說在前陣子 國內的券商在憑貨櫃三雄一樣 他可能就是他的model上面來講 他的運價開始出現這個調降 所以他造成他EPS下修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覺得要看一下小摩 他的假設的潛力是什麼 小摩還是要看一下假設的潛力 我是覺得可能目前沒有那麼滿 可是我不太認為 就是明年的EPS這麼快就下滑 如果明年EPS下滑 真的台積電不需要花三招 我說真的 那這個你好像一個總裁 好像都是傻瓜一樣 我覺得這個實在有點矛盾啦 這是我的看法啦 這就是一個台積電總裁 好像比不上一個外資分析師 這是我的看法啦 老師我們看下一版的股票 好 立基電的部分呢 在網路上傳嘛 相信黃懂年底就懂 真的會懂嗎 其實我現在看起來是不太懂啦 外資也狂賣嘛 受客戶庫存調節影響 2022下半年營運展望轉弱 美系外資出續的報告呢 說明年獲利展望疲弱 而且還會面臨更多的下行風險 目標價27元 還有大概一層左右的空間 我覺得我認為 立基電最痛苦的應該就是 下禮拜跟下禮拜 下禮拜了 因為下禮拜要生效嘛 因為那個負時指數要生效嘛 對對對 我覺得最痛苦就是第三個禮拜五 所以下禮拜五 最痛苦就是時間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啦 所以老師這些股票 然後抽這些股票 會不會影響大盤 我們現在大盤啦 一定會的啊 今天在台積電的這個 大破跌了 對大破跌之下 14410 對對不對 148千破 台灣股市是144不如意啦 沒錯 把這個8月4號的低點 都給他跌破啦 那這邊當然我認為說有幾個原因 一方面台積電 一方面現在準備要中秋連假了 然後明天鮑爾又要講話 鮑爾現在講話大家都很怕嘛 然後下禮拜又要這個CPI公佈 不要講話比較好 對不要講話比較好 一講話台股又變成基因之地了 是 對吧 下下禮拜又是這個利率決議了 所以連續幾個禮拜都有這樣子的題材 我認為 下禮拜二還有CPI嘛 對 所以難免會讓大家比較縮手 所以說這個狀況 跌破其實我認為這個不算太意外啊 但是會不會跌破 今年7月12號的那個最低點 我個人 對啊老師我們看一下7月12號看大盤 13928嘛 一生就愛發 發錢發錢 就愛發啦 我們那個一生就愛發 你覺得這邊會不會破底 我個人認為不會喔 因為其實坦白講 今年我還是認為最大的議題就是在選舉 如果說 你今天把13928也跌破了 國安基金的面子往哪哥咧 對你不講好 國安基金當初一戶盤有拉1000多點 現在沒有了喔 對啊 國安基金就在這邊戶盤 就在這邊 就在這邊就是打過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 就打過的地方隔天嘛 當天嘛 13928這天 開始這邊 要買這邊 國安基金應該要買 有沒有買下個月就知道了 他剛才有講喔 沒錯 下個月就要告訴我們這些季報了喔 是 國安基金要是我的話一定要買 所以最近國安基金應該有進場 我覺得還是要買 因為其實現在 都看得到很多這種政府的小動作 像這個昨天嘛 我們這個黃鐵木 經委會主委 不是有講嗎 現在台股的量呢 大概就2000億左右 是需要注意 而且採取一些作品 老師你不講還好耶 你看今天大跌 結果還 有沒有看錯啊 1834億啊 對啊 比我想像中 欸 那跌什麼啊 根本就這樣恐怖 現在的恐怖問題是什麼啊 下跌沒人在買 是啊 所以其實政府要不要互盤 其實政府這時候要互盤 國安基金就應該出現啊 這個時候國安基金 今天國安基金有沒有出現 我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種 如果這種量是很好拉的 我覺得他老師 你知道我會說什麼 這種量是很好拉 他要不要拉而已啊 我看今天政府沒在互 因為今天台股關股市 造成比韓國股市還兇 跌的比韓國股市還兇 所以老師我覺得 這邊蠻習慣的 量要注意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個量 我們來看看上規指數 上規指數 沒有破期限 欸沒有破期限 還是稍微聽一下 算強啊 可是我覺得說當然節錢 還是會有一些獲利了結 在中小型股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是也是邊走邊看啦 好 再往下一頁來看囉 三大法人 今天果然又是他啦 是 又是外資嘛 賣170億了 應該台積電又是大賣了 要賣1.1兆了 是是 這很多 總計賣超228億 好再往下一頁看 同時呢 未平倉 快要歸零囉 本來一萬多口 又歸零了 我看外資是奇貨幣山 也沒什麼好看 這老師總而言之 你覺得明天有沒有什麼行情 我覺得明天還是一個觀望行情 量會繼續說 會不會明天因為蘋果新機發表以後 1點發表嘛對不對 對 1點發表以後 凌晨1點發表以後 會不會股市沾起來 你覺得不會 我覺得倒不至於 因為就是他現在怕了嘛 怕過敵 因為現在買了後 明天要先放個三天 很緊張 偉大老師你覺得要不要 抱著股票過中秋呢 我覺得過完中秋節再說 原因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剛剛的 價圈指數是K線 是 我這次拉回看到 到今天為止 有看到兩個空方缺口 是 這個其實是過去比較 我們放大一點 沒有發生過的 沒有喔 以前沒有 對 今天是一個缺口嘛 對喔 在這一次的一個高點轉折的地方 對 就那個地方已出現一個缺口 是 對 如果說這些缺口都沒有去做回補的話 那就代表說其實現在的一個 行情的一個掌控 是比較弱在屬於空方的一個部分 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要做一個所謂的一個佈局 或者是買進成績的話 我會建議說等到這個中秋節過後 再來去做佈局 好 等到中秋節過後 再做佈局 就是 大哥 不好意思 好飽 謝謝老師 老師今天辛苦 謝謝 我代替你吃東西 好 謝謝喔 好認真喔 剛才山頭下街 剛才錄影前是 不過Luna也 除了我吃其他外 Luna也吃其他 Luna已經把它全部啃乾淨了 好吃嗎 都吃完 還不錯吃 我覺得不錯吃 萬家鄉是不是 家鄉 家鄉不是萬家鄉 我已經變成醬油了 家鄉烤肉 我朋友注意一下好不好 這個我們 我們都沒有業配的 所以好不好吃 就是很主觀的 大家參考 我們來看看下個單元 來 熱門我最貼 新勝利還有郁金光 新勝利跟郁金光 老師 可以嗎 需要休息一下嗎 行行行的 來 新勝利我們看一下 謝謝你 因為新勝利也是我們之前來 福利社的時候跟大家分享過的股票 是 首先呢 它這個前 前七個月的營收 已經先創下十年的新高 同時呢 它上半年的EPS 是虧轉贏的 那其實今年 市場對於虧轉贏這個題材 來很敏感喔 股票都特別會漲 那在今天台股大跌260元 這個行情之下呢 它也可以創新高 算不簡單喔 那這些市場傳嘛 它就是一個小AES 那如果說 當然啦現在就獲利的這個層面 還比不上 可是如果說未來 會有一個跟AES 比價的效應的話 我覺得現在這個 40多塊的股價 仍然算低喔 下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郁金光的部分 那郁金光呢 當然就是不折不扣這個 平概股啦 那平概股的部分呢 其實它在今年的上半年呢 現在獲利有慢慢的好轉 年增率來到75.9% 每股存印來到6.22元 那前7個月的累積營收 也創下這個新高囉 歷史的新高 再加上呢 我們下面切個投信來看一下 我覺得說在這個季度 這個月份啊 第三季的這個季尾嘛 這些投信現在也差不多 要動起來作帳了 那有一點這個投信作帳味道 分享給各位 好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 來 這個是金星科跟M31 老師來喔 這兩檔股票有一個特色啦 其實都是投信喔 在8月份開始是大幅度做一個加碼 拉高持股比重的股票啦 不過現在來講的話 要比較留意的是 這兩檔股票都是在破底翻漲之後 漲幅其實已經超過8成的股票了 那如果我們從籌碼下去看 雖然本身喔 在這一個位置 卷資比都還超過30% 但是就是說外資比較明顯的是 在年限扣底值喔 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說 在240MA 年限扣底值的部分喔 金星科跟M31來講的話 外資都有逢高來做一個 調節出脫的動作 其實還蠻明顯的 所以說這兩檔股票 我也跟大家聊到就是說 結錢 終究結錢來講 逢高來做賣出 從秋節後 也許就是說 在整個個股輪動的過程 這些股票 強勢之後 拉回整理 會有第二波的公式 好 有第二波公式好不好 之前最夸人的是 金星科啊 像這個 Rise5的這些概念股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下一個股票 來 然後辛甘跟友達 老師在問辛甘跟友達之前 有個最新的八卦新聞 不是最新八卦新聞 是這個新聞 陽明今天居然有法術位 以前法術位 大家都盯著眼睛看喔 現在就法術位 居然沒有新聞 我剛才看看有新聞耶 老師 陽明的法術位最新什麼新聞 老師你可以解讀一下嗎 老師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新聞算是大新聞 對啊 我們看到今天陽明 在法術位當中 我特別提到就是說 這個合約價的一個部分 也有這個所謂的一個 這個客戶要重新談 重新談喔 對 他現在EPS成功戶庭 就是靠殘約價耶 對 全家都重新談都要慘了啦 對 所以現在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因為這一波呢 從一開始的一個現貨價 開始調降之後 然後現在呢 這個所謂降價的壓力啊 轉到這個所謂合約價 那如果說連合約價都沒有辦法守的話 那麼他們在今年的一個EPS的預估 勢必有可能會再次往下調 那如果再往下調的話呢 那麼對於他的一個股價 勢必造成很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今天的一個這個 晚上 特別看一下就是在這個 大家對於這個法術會之後 大家的一個這個 像馬士基的股價 或現在那個 船商的股價 ZING的股價 會不會再走下跌 這個注意一下 相對於會不會影響明天的陽明 好不好 跟萬海 長榮股東最可憐了 這怎麼辦 這時候不能賣啊 之後沒有自己觀察 所以我們最新的消息就告訴大家 好兩檔股票 自己來講一下 好來 今天其實殺生隆隆 那主要的一個賣案 應該來自於就是 電子相關的一個個股 電子三雄 那反倒是在非電子股的部分 我個人觀察到 有一點點的一個抗點 那其中最明顯就是 鋼鐵股的一個部分 那麼今天鋼鐵產業當中 有幾個消息 第一個就是韓國的普向鋼鐵暫停營運 他是先有這個颱風 造成這個所謂的場內淹水 再來呢 就又發生這個所謂的火災 造成這個停工 所以呢 在他的一個所謂的攻擊上面來講 會造成就是 短時間的出現攻擊的一個下滑 那麼再來就是說 俄烏戰爭的延續到現在為止 這個歐洲方面的一些大漲 因為缺電的關係 他們沒有辦法再更進一步的 產出更多的不鏽鋼 所以在這個不鏽鋼 接下來的報價來看 應該是有可能在下一季會出現就是 谷底的一個翻養 翻養 所以像今天的新鋼 盤中就有一波的往上去做走高 喔是可是 我是有怕問題啦 現在感覺要打通膨 要打房子 鋼鐵股完 你就要有機會 你就翻養會不會最後逃命波 鋼鐵股現在應該 著眼在他們的基礎建設 還有基礎建設 喔是基礎建設這一塊 就是打房價是沒問題啦 可是問題是我 美國政府還是要讓美國更偉大嗎 你還是要基礎建設 你還是各國有這基礎建設 他們預算已經撥下去了 已經編了嘛 不然就要把它花掉 好就等花 好我懂我懂 就像我家的道路 欸奇怪 那個開出去之後都釐清 還有輪胎 反而都沾到 結果隔天 隔天再開一次 同樣的路 欸奇怪 台灣路怎麼越鋪越不平啊 好像在越野車一樣你知道嗎 真的很誇張 這奇怪 這是所謂的基礎建設吧 沒有啦 錢都花了要繼續花下去 老師我們看現在南股票 這也是很熱門的 友達啦 量也是很多啦 老師這個 老師這個我看一下 我來 老師講八卦一下 我算一下喔 他要二十幾萬張 二十萬張以上 十一個交易日 老師每天要兩萬張要買盤 老師這個應該大家知道你怎麼看 對 20萬張的榮券加借券 對對您解釋一下好了 對好 友達他即將在這個 9月28號之後 他就要做一個檢測的動作 9月28號是他的最後 一個交易 最後那個回補日呢 簡直 就往前推到9月23號 9月23號是這些 榮券就必須要強制回補 榮券跟借券要回補嘛 你繼續說 對好 那所以可能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在整個 最近的友達的一個股價 跟其他電子股相比 的確就不太一樣 有些電子股呢 是盤低 那它是屬於 緩步盤肩的一個動作 嗯 那麼在第四季的面板爆價 目前看起來呢 大家市場的狀況 還不是很明朗 很可能會持續維持第一名的狀況 但是如果說從 以目前來講 不管是友達 或者是群創 他們的股價 現在看起來都有一點 就是利空不跌的一個反應 所以我認為說以目前來看呢 現在 友達跟這個群創 手中有的一個投資料 應該可以先做續報 友達跟群創 手中有的朋友們 應該是會續報 因為 軋空行情還是有啦 所以謝謝老師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有這天以外 看一下下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老師幫你圈一下 我們請俊妍老師 來來 雙胸變盤 不要變盤啦老師 俊妍老師看起來 是有變瘦一些些吧 我猜你應該瘦了差不多 兩公斤 謝謝喔 是不是 其實都沒有變 都沒有變好 好好好 老師中秋變盤 有沒有變盤 有沒有變胖 都沒有好不好 所以中秋有沒有變盤 台股有明月 落後補展股這樣挑 老師要怎麼挑 好 我們先來看喔 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其實喔 比較大一點 最近的壓力會是在 中小型股嘛 那我們其實喔 先把中秋節之前 整個台北股市 如果說出現一個回跌 我們看的是 變盤應該是往上才對嘛 因為結錢往下走 那結後應該 希望如此啦 我必須要強調 眼前這一邊喔 也許大盤 是用一個相形區間的角度來看 那所以就是說 結錢 往下跌 那結後應該是個 側低 然後往上做反彈的一個行情喔 那過往其實喔 把那個中秋節之後 五天跟十天的行情 其實大盤都是 漲多於跌啦 漲多於跌啦 那我這邊必須要聊到 特別幫大家補充 這個表格喔 看起來是漲多於跌 那台北股市這邊我剛會聊到就是說 應該是大盤是相形區間的原因說 現在大盤是季線下彎的行情 過往來講的話 如果中秋節之前喔 大盤是沒有辦法上季線 或是季線是下彎的狀態 結後即便是上漲 那也許也是一個 相形區間的整理 因為現在季線下彎了 就算結後上漲 因為季線下彎的壓力 可能還是個盤整盤啦 是後五天散漲的機率 這十年來嘛 是不是 剛好是散漲81% 後十天散漲的機率 這個就累計的機率喔 累計散漲機率 累計 不是 累計點數的散漲機率 是68% 是看起來 五天內不錯 十天內好像不一定喔 看行情 我看的是就是說 以前這裡喔 反而是一個機會啦 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喔 那個也許 整個國安基金進場互盤 會是現在 大家所關注的一個指標嗎 好 雖然互盤 好 我們如果喔 把國安基金進場互盤喔 切割為經濟因素 跟非經濟因素的互盤來講的話 前一次喔 經濟因素的互盤 我們看到2015年的大盤日線 大家可以切到2015年的大盤日線喔 其實當時候喔 他是在 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喔 就直接 將這個破底反彈 直接攻到季線上 所以當時候的行情喔 其實是一直在中秋節過後 還是一路的往上走的 那這一波的行情 我會說喔 像一個大箱型的區間 就維持在箱型區間 是在於說 我們現在的大盤是 在季線下互的狀態下 國安基金進場互盤 並沒有辦法在一個月內 攻上季線 這是現在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說 我們在中秋節過後 往上去做變盤 也許就是只是一個 箱頂的一個測試 這箱頂的測試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那除了這以外 到底要怎麼辦 老師 看一下 我們看這一邊來講 那我們也特別去聊到 因為 我們如果去觀察 上市上櫃 他們類股指數把它拉出來 其實 在季線下彎 大盤季線下彎的狀態 我們把它抓到 因為現在大盤季線下彎了 對 大盤季線下彎的狀態 告訴大家說 大盤沒有辦法攻到季線 這一段季線下彎嘛 好 那當時候 2018年那個時候 10月份有一個股災 那個時候 中美貿易大戰 一開始的那個月 股災走完 其實大盤也是 經過一段的反彈 碰到季線 沒有辦法攻過去 然後往下走 跟現在來講 其實有點類似 可是就是說 我們把同一個時間 那個指數 類股指數的日線圖 把它拉出來做比對 拉到那個上櫃的地方 OTC櫃馬來結束 大家可以看到 反而當時候大盤是沒有辦法過季線非常弱 非常弱的同時 反而是OTC櫃馬指數 測完低點之後 往上做一個反攻 反攻拉回之後 反而會在季線下彎的狀態 變成是一個橫盤整理 後面反而一個主體 領先的帶領整個台北股市 一個買盤的力道往上衝 所以現在大盤 我們看一下像大盤貴買指數 如果也是 跟2018年很像的話 OTC先領先 只要季線沒有破 我們看OTC OTC先領先 這邊OTC在這邊 這是2018年、2019年 你看喔 大盤看的時候在季線之下 可是OTC在季線之上 回撤的時候反而是買點 回撤的時候買點 之後噴出去 我們看現在 我這邊要跟大家來談的就是說 我們中秋節過後 就是用這個角度 這邊嘛 這邊OTC嘛對不對 看起來 有機會回撤的時候 反而像那時候有機會買點 對 有機會在我們中秋節過後 雖然不會是個強勁的反彈 但是中秋節過後 我們的那一個整個關盤重點 反而是 整個OTC櫃買指數 在季線這一邊 有一個測試打底的機會 好老師 我們重複一次就是說 像大盤跟2018年、2019年 中美貿易戰那時候很像 大盤是遇到季線反壓 在季線之下 可是櫃買指數反而在季線之上 只要櫃買指數沒有跌破 中秋節就帶領大盤 走出他自己的應該一條路 晚上的一條路 對不對 謝謝老師 除此以外 現在有沒有選股條件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這一個部分 切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中小型股的部分 我還是兩個指標給大家 而且就是說 中秋節過後 你要去找落後補漲的股票 中小型股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 第一個指標 它是在年限扣底值 240Nm之下 第二個指標是針對籌碼的部分 如果是中小型股 它的族群已經有領頭羊 衝出去創新高了 好 如果它還沒有過年限 還沒有創新高 去找它的卷資比大於30% 然後日KD大於50 也就是說它日KD的指標 在零軸之上 很嚴苛耶 要連線之上 要籌碼面犯空 然後KD還要再大於50 它翻多的 所以現在的行情 選股是一門學問 並非是新聞媒體一個放利多出來 又隨便可以買的 也不是犯利空 你就要沮喪 對 犯利空反而都有用 就跌下去了 放利空如果它卷資比拉高的話 然後日KD又翻到零軸 那你放空就反而是 嘎空兩半了 所以現在做多做空都很難做 你看 之前先拉個1000多點 這跟你殺1000多點 這個行情這樣子 好不好 就A A 台股A下去 那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一下哪些股票 MA 那個連線之上 然後KD大於50 而且重點是從馬面 卷資比要大於30%以上 30%以上 老師來看一下哪些股票 我這邊是要告訴大家 我剛剛是告訴大家 中小型股的一個選股的指標 那這邊我反而是挑兩檔上市的股票 那這兩檔上市的股票 我會幫大家 來拉出來 原因是說大家可以把它拿來當作是 關盤的重點 那這一檔 這一檔的資源來講 其實它相對是表現比較落後的 中秋節之前表現落後的股票 中秋節過後 那如果它的整個在 法人的資金有做回頭 那這樣的股票 其實在籌碼面 是可以具備一個優勢的 那我們看到 智原它整個是 細字財裡面的一個族群的指標股之一 大家可以發現 細字財的股票其實我們剛好聊到 金星科 還有那個M31 其實它都已經領先大盤先過 那個季線扣底值 甚至碰到年線扣底值了 那等於說相對於機器而言來講 3035的智原它表現是相對落後的 那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美國那一邊 最近來講是限制那個 輝達跟超微 輸入那個高階晶片到中國大陸去 那所以大家在討論那個轉單效應 在這個轉單效應 我們不曉得會不會實質出現之前 其實M31跟金星科這類的股票 已經先衝到年線扣底值了 對比下來來講的話 智原它是有點積極相對落後了 那我們去看它的籌碼面 在卷資比其實已經過30%的狀態下 它只差一個技術的指標 日KD翻到零軸 然後這一邊來講的話 在漲多拉回的M31跟金星科來講 是不是在市場的資金可以回補到 智原這一邊山上去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在 截後可以去做觀察 注意觀察一下好不好 智原好不好 卷資比代30 然後其實這邊KD 我們看一下KD大於50 卷資比在30以上 老師可是還沒有50啊 對啊 所以這是我們一直聊的 就是說 截後來講的話 是一個資金來講回潮的觀察指標 好等到50的時候再買也來一集 所以老師這個還沒有符合 所以你要等到符合再買 對 這兩檔是上市的那一個 潛力股的一個觀察指標 是要等到50喔 注意一下 甚至看我們節目喔 好來老師繼續看 老師所以這個卷資比也沒到50 所以說錯 這個KD也沒到50 等到50的時候 他是潛力股的時候 等到50的時候你再買進 現在不適合買進 這邊應該是卷資比 他已經拉到30%以上了嘛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籌碼面已經有一個條件了 這一邊來講的話 上市的那個股票 我相信就是說 大盤會相對弱勢 那中小型股這邊相對強勢 原因就是在於就是說 現在的資金都集中在中小型股 所以我們在截後來講的話 這一些卷資比 已經先行拉高的上市股票 我們其實去觀察他 這一邊 KD是不是連 先翻到零軸上方 好 KD翻到零軸上方 那所以新潭 新潭老師基本面也是要講一下 你覺得呢 這一檔是車用MCU相關的類股 那這一邊來講的話 雖然第三季是配合 那個客戶進行庫存的調整 但是其實市場的法人 是預估就是說 今年第四季 他業績是回升的股票 那MCU的概念股來講的話 尤其是在基期的方面 是相對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會挑出來 在這一邊跟大家來聊到 卷資比已經先行拉高的股票 反而截後是看他整個在 基期這一邊 市場的資金這一邊 會不會來做回補 會不會做回補 育凱老師有問題 那假設說KD到了50 可是卷資比又低於30 那怎麼辦 卷資比是看一檔股票的 那個後面來講的話 他的走勢的那個力道 能不能延長 如果說他的卷資比 相對低於30%的話 那他的反彈 即便是日KD 拉到50上方 反彈的力道也相對是比較短 我懂 時間是優卷資比這一邊 來做一個決定的 時間是由卷資比來做決定的 KD 重點是KD KD要大於50 卷資比也要大於30才有用 少一個都不行 如果少一個的話 威力就會減少了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謝謝育凱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東西 好 我幫助老師做結論 所以台股有明月嗎 落後補賺股 這樣挑 新唐 智元 中秋變盤 別變盤 Luna你有變盤嗎 沒有 最近變瘦 最近變瘦 對不起 這個工作太超了對不對 沒關係 如果你要填習Luna的話 記得 在我們等一下底下留言 告訴說 Luna你可以 再吃多一點好不好 都可以留言好不好 記得留言按讚 然後咧 開啟小鈴鐺 對 開啟小鈴鐺 按全部喔好不好 每週一到週晚間 到週晚間8點上線 135解盤24支教學 最愛人之口感 謝謝寬林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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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救救我 救救我 你不要這麼激動 我不是你安孔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啊 ㄟ ㄟ seed 對 猿 因爲 牌鼓 quitting 現在不行的要靠千斤來頂 所以我蛤astes Taking 空不離 まあ 要跟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原體他不用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不感覺好像盯著我 都不是咧 我真的看到我都不一樣 超帥子 我還能夠看我看空 春夏秋冬 不有人陪伴在你左右 我真的有過 你穿這什麼褲子 完全反而解脫便知 就在電子裡那邊 你最最高 少最低 想要改了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副理社 讓你財富FREE FREE FREE 最後還是яла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副理社 讓你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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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